你们两个最近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装他一个比一个差 那个 他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啊 他那个项目一直没有找到人投资 不对啊 前一阵不是说拉到投资了吗 那个公司 那公司老板是欧阳秦雪他舅舅 所以翁之翼 不再久啊 多好的机会啊 那可不是 欧阳秦雪吧 虽然说长得没有我好看 但是他也不差 对吧 你看看主要问题是 能少奋斗十几年呢 我大概帮他粗略算了一下 他至少损失了好几个亿 是吗 那肯定有了 好一个为爱不顾一切的 真劫烈难呢 我也挺心疼他的 他最近啊 为了这个项目太平了 胃病都犯了 胃病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严重吗 他 他去医院了没 你担心他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职业病 你放心了 我已经催他去医院看过了 哪个医院来着 好像就这个医院 你不在这儿实习吗 你有时间去消耗那科问一下 还是算了吧 今天谢了 我要回去值班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谢了 拜拜 拜拜 来 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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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陈医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一个叫苏慕云病人的情况 苏慕云 好像有这么一个人 我印象挺深刻的 又高又帅的 他是你 你是他什么人哪 他 他 他是我 是你男朋友吧 现在的年轻人啊 工作起来连命都不要 你要好好对他哦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那他的病怎么样了 帮你查一下 别急 这儿 你 立马滚到沙发上 躺好 好 原来我 每一个微笑里 都由你 欣然回忆 给我滚回去 肉已经把你炖烂了 让你好消化点 啊 这才创业几天啊 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你呀 真行啊你 你吃慢点 就是因为你这样 胃才不行 啰嗦 别人想听 我还不想说呢 我就求你这么啰嗦 我听给你看病的陈医生说 你的胃要是再不注意的话 就会胃溃疡 我帮你调好闹钟 记得按时吃药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大夫看到我 关心我 我 我掐指算的 不行啊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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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好吗 这种事 为什么不联系我 谁让你跟我冷战的 都怪你 以后好好吃饭啊 不乱发脾气 别生气了 好不好 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勉强地原谅你 我先回去了 薯片我拿走 你现在这个胃也吃不了 别浪费 吃虎 知恩图报 懂吗 还有 这本来就是我买的 锅里还有粥 记得明天吃 不用你送 谁送你 木棍门 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饶你挑小命 苏木云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战胜的 怀婷 你是最棒的 臭兔子 就是不一样 你做好 你帮我 让我